宰相依附曾被皇帝烧个洞,一年后发现洞还在,皇帝下令,打开国库。 据说在古代有位知识贤臣,在他任职期间依附上曾被辽新宗命人烧了个洞,可一年后当发现洞还在时,辽新宗却下旨打开国库。 而这其中又有何缘由?下面,请大家跟着包包说历史一起来了解下吧。 辽新宗虽然是辽国由盛转衰竭点上的辽国皇帝,却也能算得上是一位明君。 他的父亲辽圣宗,是整个辽国最鼎盛时期的皇帝,而这一鼎盛局面背后的实际操盘手,却是大名鼎鼎的萧太后萧绰。 萧绰,作为古代三大女政治家之一,除了在军事政治领域卓有成就,对于子女的教育她也十分出色,作为帝王必学技能之制衡朝臣以及时任段人,萧绰无一不惜心传授给自己的儿子和孙子。 公元982年,丈夫辽锦宗去世时,萧绰年方29岁,他带着年幼的辽圣宗,一对孤儿寡母,引得群臣虎视眈眈,但是萧绰却临微不乱,他先是将女儿嫁给了契丹君士全臣,使之听命于自己,然后又拉拢了汉臣乔楚韩德让,让他在朝中推广先进的汉文化,这样。 两人文武结合,很快稳住了朝中局面,还使得辽朝完成了汉化和封建化的建设进程,而萧绰本人,也得以牢牢掌握朝中大权,在他的带领下,辽国完成了南征霸业与谭渊之盟,并一步步走上巅峰时代。 而萧绰作为封建时代的一介夫人,之所以能一手掀起这样的局面,一定程度上就是靠着其独断的识人之术成功地辨别人才。 譬如,当时辽国当朝的优秀汉臣也不少,比如一手扶辽锦宗上王位的高勋,宰相郭习,但萧绰偏偏偏看中了相较之下,笔上不足笔下有余的汉德让。 事实证明萧绰的目光确实独到,高勋野心勃勃,其心可诛,郭习坐视死板,四处树敌,只有汉德让坐视圆滑,忠心可靠,最终帮助辽朝成就了一方霸业。 而辽圣宗和辽兴宗,在时任方面都深受消瘦的教会,并且都看中了那么一位叫做张俭的名臣。 张俭出身于光幻世家,从他的曾祖开始,就在朝中为官,并且声望颇家,祖父张正在侍后被追赠太子少师,父亲张庸侍后被追赠为太子太妇,母亲则是朝中大臣刘敏之女,侍后追赠燕国太夫人,所以张俭的绅士背景非常不俗。 是名副其实的官四代,不过在进入仕途之前,张俭只是一位勤奋好学的富家公子,他从不注重穿着打扮,认为外在美都是次要的,只有内在美才应该去追求。 与众多的神童不同,张俭算得上是大气晚成,他出生于962年,一直到996年,张俭才在科举中中举,成为了一名秀才。 这时的他已经34岁,可能是后继勃发。 张俭在后续的府市和省市中,一举获得了近世第一的名次,并由此进入了仕途,开始了为官的一生。 出入仕途的张俭被辽国朝廷派到了云州,经山西大同,为官。 职位是节度使幕僚,就职云州后,张俭凭借性格正直成锦,深得上司和同事们的尊重,史料记载。 张俭生性正直成锦,不喜虚夸角士,明辨事理,在云州就职期间,深受上司器重。 认为以张俭的才华,不应该在云州制弹丸之地浪费,遂想方设法向上岸朝廷举剑。 时至辽圣宗耶律龙旭时期,耶律龙旭来到云州一带进行游猎,按照契丹族的管理,皇帝所经之处的地方官员,应该向皇帝尽献当地物产仪表尊重。 云州的节度使,也就是张俭的上司自然知道这个惯例。 可云州并没有什么特产,他便打算利用这个机会,向皇帝举剑张俭。 当耶律龙旭到达云州后,节度使变上奏称,云州并无特产。 但陈有一位幕僚张俭,可以献给皇上,聊史。 记载的原文为为幕僚张俭,一带之宝,愿以为献。 耶律龙旭听闻对张俭很是感兴趣,便召见了张俭,念见皇帝时,张俭不卑不亢,举止质朴无华,言谈文雅。 皇帝问其治国至世之道,张俭当即口述三十余见。 耶律龙旭见状深感满意,便将张俭带回宫中加以重用,此后张俭便受到皇帝青睐。 内谦官职,在这些职位上,张俭身体力行,不负众望,政绩斐然,在朝中享有明知概念的美名。 张俭也因此在朝中屡次升迁,从进入皇宫算起。 张俭先后担任过监察御史,李布朗忠,太常寺少卿等职位,在这十几年的围官生涯里,他真正做到了亲事亲为,鞠躬尽瘁,这也使得上至皇帝,下到大官小丽,皆对张俭称赞有加。 一千零二十一年,张俭升任左丞相职位,并进封鲁国公,做到了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,是一个文官能够达到的顶点,此时的张俭。 已经六十岁了,布朗仕途也已二十六年有余,他围官期间,正是辽国鼎盛时期,在这样的背景下,朝中许多官员和完工贵族都充斥着一股奢靡之风,张俭虽身居高位,但并未同流合乌,而是始终保持着勤俭节约的作风,在其他官员每日享用山珍海味之时,张俭每顿都只是一些粗茶淡饭,他的家中看不到任何名贵的家具和古玩,不仅如此,张俭还省吃俭用,将每月的俸禄省下来。 用来接济亲朋好友和有困难的百姓,生活中,张俭作风勤俭优良,工作中。 张俭为人正直秉性,耶律龙旭对他无条件的信任,比如在1026年3月,耶律龙旭命张俭兼修国使,参至正式吴淑达与张俭不合,耶律龙旭因此发怒,直接将吴淑达贬官发配出宫,到康州刺史的职位上就任。 其次,在1031年3月,耶律龙旭并重之时,以赵中清点张俭辅佐太子耶律宗贞,及后来的辽兴宗,辽兴宗继位后,对张俭依旧非常器重和仰赖。 即位之初,耶律宗贞深知张俭勤俭节约的美名,便想着试探他一下,便趁着他进宫时,让人在他的衣服上烧了一个小洞。 这便是开头的那一幕了,值得一提的是,当耶律宗贞问起张俭为何不换下这件衣服时,张俭回答说,陈的这件衣服已经穿了30年了,当时的辽国上下,弥漫着奢侈之风,张俭此举是在暗讽朝堂上的不良风气,此事过后,耶律宗贞对张俭更加信赖和气重。 后来西夏和北宋爆发战争,北宋接连战败,耶律宗贞决定趁机出兵,将北宋的关南一带占据,亲征之前,他特地前往张俭家中征求意见,负责皇帝饮食的官员率先赶到张俭家中准备,但被张俭推辞。 等到耶律宗贞到来后,张俭和他一起进餐,没有山珍海味只有奎庚汤饭,饭后张俭言,战争劳民伤财,只需派遣一名使者前去就行,为何皇上要亲征呢? 耶律宗贞听闻后很是满意,当即打消了亲征的念头,过后又亲自来到张俭家中赐宴,并赏赐了很多古物器具。 张俭不仅勤俭节约,还处处为老百姓着想。 据记载,一次官府抓获了八名盗贼,经审判后八人军被处死,但一段时间后真正的犯人被抓捕归案,此时被冤死的那些人的家属纷纷申诉,但朝廷对此事是充耳不闻。 张俭得之后,连续三次向耶律宗贞进言,希望能够重审此案,为冤死者洗刷冤屈。 耶律宗贞为此发怒,质问张俭,难不成还得让朕给他们偿命不成? 张俭不慌不忙地答道,八人冤死,致使八家老小无处申冤,陈旨愿能够稍加抚恤,使他们能够安然下葬,就足以安抚他们了。 听闻此言,耶律宗贞四肢有礼,所以按照张俭的建议,为八户人家发放了抚恤金,使得他们能够回归生活。 耶律宗贞还曾打算对张俭的五个弟弟军寿宇浸出身,均被他出言婉拒了。 此事只得作罢。除去生活勤俭,为人正直中后外,张俭还对辽国的人才选拔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 耶律宗贞在位期间的1037年,是辽国皇帝首次进行电视,凡是考中者,都必须再经过张俭的考核。 通过后,张俭方才记下姓名。 晚年时,张俭依然是耶律宗贞的一大仰仗,1042年珍珠欧,辽国在边境用兵,此时的张俭已经80岁高龄,但仍活跃在朝堂上,为国事出谋划策。 在张俭的建议下,耶律宗贞派遣使者前往宋朝谈判,此前双方曾达成了禅渊之盟。 宋辽两国德已维持了数十年的和平局面,经过谈判后双方在九月达成协议,在禅渊之盟规定的碎币基础上,增加了每年十万两白银和十万匹券。 这次事件就是著名的庆利增币,一称众息增币。 此事过后,耶律宗贞以张俭献策有功,而该封张俭为陈王,这也是张俭继被耶律龙旭封为鲁国公侯的第二次封决。 1053年,张俭因病去世,享年91岁高龄,在古代是十足的寿星。 张俭逝世后,耶律宗贞命人为其置办丧礼,于四月后将张俭葬于婉平县人寿香陈王礼。 900年后,张俭的墓志明在北京西城出土,但根据专家的调查,发现张俭的墓已经遭到盗绝,墓内一物甚少,只有墓志明石碑留存于世。 原始,在介绍张俭时,这样写道,张俭在相位二十余年,脾翼良多,伏壁袍不易,至端薄俗,攻着两朝,事称贤相,飞过也。 张俭一生勤俭度日,她的长寿和这样的生活作风也分不开。 而且,她的妻子于是也十分长寿,1049年去世时享受82岁,虽不及张俭,但在古代已经算得上是超高龄了。 如今的社会,物质条件已经相当发达。 请柬节约的品格就越发珍贵,虽然我们不必像张俭那样,一件衣服穿三十年,但发扬请柬节约的品性,也会使我们受益终生。